在这里 仔细看 三 二 一 好一个普通的玻璃杯 一枚啤酒瓶盖放在杯底 不要眨眼仔细看 就在你眼皮底下 直接穿越到杯子里边去 看一下瓶盖确实在杯子里边 这是怎么做到的 接下来不用点红心 也不用点关注 咱们直接进行一个慢动作详细教学 好这个魔术的重点 就是我们手上戴的戒指 是用墙瓷做的 可以吸附多种金属物品 视频中用到的开心果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开心果拨开 里边装一小块磁铁 然后再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这样就可以用戒指 把它紧紧的吸住 好这个戒指的大小号 可以根据我们手指的粗细 来进行选择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戒指的设计是非常的美观 表演前 右手掌心 先藏一个瓶盖 另外一个瓶盖 直接丢进杯子里边 假装倒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很容易就被戒指 把它吸在杯子里边 大家看一下 隔着玻璃吸得很紧 我们连贯起来操作一次啊 大家看一下 假装把瓶盖倒出来 右手假装去接 顺势把隐藏的瓶盖露出来 观众从正面来看 就好像把杯子里的瓶盖 倒给他右手 放在杯底 从后边这个角度来看 非常的清楚 我们只需要向上边滑一下 上边的吸走 杯子里的掉落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把杯子和瓶盖 交给观众去检查 我们左手戒指上的瓶盖 顺势收走 处理掉就可以了 好 同款魔术道具 在视频左下角购买